吕良英雄传 第七十回 破坏围墙打通出路 挖底耳目监委落网 过了有一个来月 到五月二十几 汉家山群众搬家的事 暗暗准备的差不多了 一天 孙生望去康家寨 和老五们联络了一下 当天傍晚回来 就召集那十几个积极分子开会 人们都偷偷溜到观音庙里 孙生望见人来齐了 说道外边也准备妥当了 今天我出去接了街头 康家寨 望春牙 桃花庄 各村都成立了移民招待所 人家给咱们把房子都腾下了 咱们的人也要分成三组 一组去一个村 有亲友的找亲友 没亲友的招待所帮助 吴金福老汉说 我看先要想法子打倒围墙 把出路闹通 要不只从两个宝门上走 可不方便 众人都说 出路是要紧的 孙生望接着说 这个问题也计划到了 今夜那三村的人来 先把户村的围墙刨开 咱们也准备好敲诀 动员些人 听到外边有行动 就去帮助刨 把围墙刨上十几个口子 就好搬了 众人都说 这是不愁 人家还能为咱出这大的力 咱还不能帮工 一打通围墙 就得快搬 再迟又会出岔子 众人正在乱纷纷的议论 村富好秀成说 低点声吧 人们互相看了一眼 有的吐了一下舌头 人们都显出一副兴奋的面孔 低声的说 这可闹好了 当下就把网出班的家户划分成三组 每组都指定负责的人 叫通知葛家 暗暗打点带的东西 并动员人准备晚上刨围墙 好秀成嘱咐道 可要小心秘密一些咧 走漏一点消息 全村都得受害 大家应承着 一个个分开溜走了 最后只留下了暗民兵 河村富好秀成 孙生旺说 今晚上 咱们要把伪村公所的人全部扣走 把敌人的耳目先挖掉 这是主要靠咱们负责任 好秀成说 自从前次民兵摸了官地庙 抓走了伪军 后来八三虎又被咱们处死 伪军和村公所的人可小心了 眼下伪军黑夜也不出来了 村公所的大门关得更早 四周墙很高 可怎么进去扣人呀 好明珠说 你还不能开一下门 把我们放进去 好秀成说 我早不在那里睡了 今夜突然又去睡 怕人家猜疑 这工作你们闹吧 我给咱去招呼挖围墙 孙生旺点了点头说 可以 扣人的是 我有个办法 我早点溜进去藏下 等他们睡了把门开开 你们带上武器和绳子夜里来 可所谓记号 四个人点了点头 商量停等 就都走了 孙生旺回到家里 把刚才讨论的事告诉了父亲 孙老汉很高兴 父子俩吃了夜饭 天已黑了 孙老汉出院里看了看天色 近来说 天阴的墨黑 恐怕再下雨呀 今夜能不能闹成 孙生旺说 下雨更好 敌人不防备 说着 往怀里 揣了个手榴弹 孙老汉说 小心些 孙生旺说了声 知道 便走了出来 风刮得很大 雨也下起来了 十字街口的两棵大槐树 被风吹得左右摇摆 孙生旺走到尾村公所门口时 见左右静悄悄的没人 便溜了进去 院里也静悄悄的 只是上房里有几个人在说话 孙生旺溜进旁边个牛圈里 等了没半炷香功夫 雨下得更大了 从大门外走近几个人来 听着王怀当的声音说 早点把门上了吧 现在可要小心理 另外几个人答应着 咯之滑渣把大门关了 孙生旺听着他们都回屋里去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朝上房一看 见从玻璃窗上 透出明亮的灯光 说笑声 麻将声 十分热闹 孙生旺耐着性子 一直等到上房里熄了灯 又过了好一阵 估计他们睡着了 这才溜到大门洞里 轻轻咳嗽了一声 外边也咳嗽了一声 孙生旺慢慢把门栓抽开 网开一拉门扇 响声很大 孙生旺响了一下 便拉开裤子 往门轴上尿了一抛 在拉门时果然不响了 只见台阶上站着五六个人 心有跟说 外边已经开始刨围墙了 老五怕咱们人少 又派来三个同志 孙生旺说 好 进吧 在头前领着 一直摸到上房门口 听了听 里边呼噜呼噜打鼻憨 轻轻把门一推 门没有关 孙生旺便进去了 一手握着手榴弹 一手掏出根羊火画着 把灯点上 只见炕上睡着五个人 像死猪一样 一点也没觉着 刘三瞅过去 把墙上挂的两支破步枪收了 大声喊道 呆 这下把伪人员们都惊醒了 吓得摸裤子抓熬子 挤成一团 王怀当住在这间上房的套间里 从睡梦中惊醒 看见外屋亮着灯 又听见有杂乱的脚步声 慌忙爬了起来 伸手就去枕头下面摸枪 摸了两下 早已从外间闯进个人来喊道 不许动 王怀当定睛一看 认出了是本村的几个人 又看见只拿着两颗手榴弹 胆子便撞了起来 说道 孙声望 你们反了 还不给我滚出去 说着就要开枪 恰好这时窗子 砰的一声 玻璃打碎了 伸进三支枪来 一个很粗的声音喊道 不准动 不准叫喊 谁不听命令 先揍死谁 王怀当放下举起来的手枪 又缩回了炕脚里 从外间进来几个伪人员 跪到地上求告道 声望 咱们可没做坏事 干这营生也是为了 吃穿二字呀 孙声望说 不要怕 谁做了好坏事 我们都留着仗里 绝不冤枉人 今天暂时都得把你们带走 心有根 好明珠一起动手 一个一个都捆起来 又把一英公文账簿 都收拾上 压着伪人员出来 这时雨还在下 路上泥滑得很 他们一直来到围墙 门洞底下 碰到老五领着民兵在那里 老五问道 都抓出来了 孙声望说 都抓出来了 围墙怎么样 老五说 破下好几个口子 雨太大 让老乡们先回去了 要不下雨 明天晚上就 话还没说完 只听刘三五叫道 跑了 跑了 原来是王怀当 趁人不注意 咬断绳子 跑了 老五说了声 打 四五个民兵 一起开了枪 王怀当狗吃屎般 趴到地上 有两个民兵 跑过去 用刺刀筒死了 敌尾军听到枪响 一起开了枪 朝四面八方乱扫射 这时雨下得漫漫小了 老五说 咱们任务完成了 回 由他们打去吧 又回头对孙声望说 雨停了明天晚上就大搬家 你回去 赶快让好秀城去报告敌人 就说八路军把村公所的人抓走了 另外再组织些群众去向敌人请愿 要求重新建立村公所 要求敌人保护 这样敌人就不会怀疑到搬家的事上了 说完 带着民兵 押着伪人员 回到了康家寨 孙声望他们也回家里 办他们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出了猛太阳 上午 老五召集各村干部开会 把帮助汉家山老百姓搬家的事 详细分了工 老五特别强调要把掩护工作做好 特别是关帝庙的伪军 严密包围 火力封锁 让他寸步难行 保证搬家任务顺利进行 为了加强火力 老五又把从区上调来的武功队员由雷石柱统一指挥 到天黑时分 雷石柱领着三村民兵和武功队 先前头出发了 随后老五和里村长领着三个村的二百多群众 浩浩荡荡向汉家山而来 模模糊糊一长串行列 拉毛驴的 打扁当的 拿绳子的 远远看去 好像是一支正规军队 走到离汉家山有一里来地的各地方 忽然前面走来个人 老五盲营上去一看 是民兵分队长赵德胜 赵德胜说 这阵敌人还没睡了 队伍不好运动 都在围墙外隐蔽着礼 等一阵再干吧 老五点了点头 一面派人去河岸民兵联络 一面让后边的老百姓都隐蔽下 大家都蹲在靠崖的阴暗地方 不说话 不抽烟 忽然周毛蛋家的驴叫了起来 急得周毛蛋抱住驴嘴死命不放 半天驴才把阴声噎回去 别的人也忙着照顾自己的牲口 恐怕再叫起来坏了大事 老五跑过来说 我想起个办法来了 你们把驴尾巴上掉块石头 就不叫了 这是赵家沟老百姓的经验 大家听了 都把自己驴尾巴上掉了块小石头 真灵验 有几个驴嚼嚼嘴唇想叫喊 可是尾巴摆不动 又噎回去了 人们眼睁睁地望着月亮 恨不得把它拿块布包住 足足等了有一个多时辰 碉堡上的灯都熄了 每个人才松了一口气 隐蔽在围墙外边的民兵和武功队 马上抖起精神 整理武器 雷石柱带着康家寨的民兵和武功队 通过刨开的围墙 悄悄摸进了村里 爬到关帝庙周围的民房顶上 架好机关枪和制弹筒 把关帝庙内的伪军包围了起来 崔兴志和赵德胜领着他两村的民兵 绕到村后的山坡上 在碉堡通村子的路两旁埋伏下 又在路上布置了三道地雷封锁网 随后老武和李村长领着三村老百姓 也摸进了村里 在围墙口上碰到了暗民兵和三个搬家族长等在那里 马上分头领着帮助各家搬运东西 村里家家户户都已准备好了 行李捆成卷 日用家具都装在罗头内 全村开始行动了 先把老人 小孩 病人扶背出去 然后撤运食粮 用具 街道上来来往往近视人 空着手进来 背着东西出去 全村乱了 狗乱叫 脚步踏踏的响 把关地庙的伪军哨兵惊动了 带着枪跑进了宫市里 一个尖嗓子大声叫道 哎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一个武功队员学着南方口音回答道 哪个要你管闲事 回睡去 要开枪没你们的好处 马上宫市里的伪军们叽叽咕咕的议论开了 听不清是说什么 只听见一句老八路进来了 接着又听见杨德兄狠狠的声音说道 妈的还不开枪 宫市里的枪刚打响 架在房顶上包围关地庙的民兵的机枪步枪 早已回过去了 武功队的纳挺机关枪 向条火龙 打得伪军们躲在宫市里抬不起头来 民兵杜玉贵拿起赤弹筒 瞄准魁星楼打了三炮 一颗接一颗中了目标 打得砖头十块哗啦哗啦往下塌 火花四面飞溅 引得民兵齐声叫起好来 打了一顿饭时 宫市里的伪军叫道 求求你们停了手吧 我们阳中队长早躲进防空洞里去了 雷石柱忙叫大家停下手 趁机会就向美军们进行宣传